有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唸特教班 但是也還不知道委員要不要同意 這個我也不敢說 那如果說他就剛好七十幾 然後又合併了這些問題 那大概就 你大概就可以安心了 機會就非常大 請問一下 因為像現在的國中的特教班 一個班子是有幾位 幾位是收幾位是什麼 特教班我剛剛上面有寫十個委員者 那如果說可能多一個 如果說報名可能有多一個或兩個 他是不是一樣可以收 那我們就會看 會看一個情況就是說 譬如說 因為法令裡面 他是規定十二個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大家就說 大家普遍都收十個 可是你這裡也十了 他也十了 大家都已經滿了 對不對 那我們可能就會說 好 那你就收到十二個 那我們再來補人力 比如說補教師助理 還是補教師 所以到時候是看了 所以到時候是看了 就是說 除非說到處都滿 那我們才會做 增加到十一 十二 那如果說 那邊還有缺 那我們大概就盡量維持十個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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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以內湖來講的話 就是說內湖他大概能夠填一 二 三資源 裡面就是內湖國中 南港高中 副社國中部 跟淳德國中還有 還有武昌 還有武昌國中嘛 那如果說內湖跟南港都而滿 然後武昌 就是說他這個 因為還有包 包含中山區跟南港區的部分嘛 如果說這些加起來都額滿的時候 必須跨到 冰漿 就變成冰漿 對啊 但是冰漿有特教班嗎 啊 冰漿有特教班嗎 我們去年有色啦 但是呢 我就是跟你講嘛 因為如果我們盡量讓其他的 可以增加班級的先增班 你這樣子才比較好做能力分組 就像說我們看到很多孩子 比如說國文很好 可是他數學很差 他國文可以在A組 可是數學他可能要在C組 或D組或E組都有可能 那這樣子就是說 人數夠多你才能夠分足夠的組別 那孩子就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就變成說 像內湖這邊還有就是冰漿可以做 做一個緩衝的學校 那其他的行政區域有嗎 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自己接受 就變成是要自己接受 對 等於是說 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等於說安排之後的 比如說我們知道你實際居住在內湖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這個離武長 跟去內湖也差不多 那我們就說因為那邊滿了 那我們就安排去武長 那這個呢 這個交通的問題 武長也滿了 不會 武長它是比較有偵班空間的 他是有偵班空間的 所以我們就會 就是說交通車就想辦法 就是負責接送 等於說這個是它不足的 比如說這個是剛好額度上滿 不是 是你無法 無法去救 所以我們就交通車就要幫你負責 可是如果說你自己想要從內湖 跑到信義去念 是你自己要跑到信義 那你的交通你就要自己負責 我了解 就是說如果說不是這樣造成 不是我們自己申請 而是說這樣子安排 人數安排之後 就是說交易局那邊就會配合 對它就可以幫你安排交通車 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內湖的這邊就往武長 那邊就往南港 我們再請教一個不好意思 沒關係 就在特教班的部分 他們的客服跟那個屬府 屬期的輔導 就是說 因為我參觀一些學校 他們都是說 教育局它的交通車的部分 就是沒有在行走 然後屬期輔導是只有五個禮拜半天 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我們家長來講 並不是一個 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這個就 比較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因為我們需要的客服 是讓我們家長能夠有緩衝的時間 去接送小孩 讓我們在職場上 可以去奮鬥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它這個沒有 第一個沒有 就是說 交通車沒有接送 必須我們要再自己接送 就是說第八節課這個部分 甚至說屬期的輔導 它只有半天 那也是沒有交通車的狀況下 所以 好像很多學校都不太容易辦得成 變成我們家長必須要另外去 去找一個空間去讓他們安置 對 確實目前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其實坦白講 經費也有限 現在就是說 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第七節結束 你是一定要有交通車的 坦白講 如果說我交通車 對不對 因為它一定要多少人 你一部車一趟就要多少錢 可是呢 如果有很多人 又不搭了 他的那個車子要怎麼跑 其實就是說 也許人就變少了 可是你又不得不送其他人回家 因為人家不需要留第八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不太可能就是說 好你第八節結束了 然後我再花這個錢 就是說你要第八節 其實教育局一定要補助 他就要花一層錢 然後呢 他很難就是說 再多花第二層的錢 你可以了解啦 對 所以可能就是說 可能會變成 是不是有那個安清的地方 如果說你的時間真的比較晚 那坦白講 我們比如說到國外去 國外的那個 他們其實都沒有所謂的這個安清 或什麼 其實也都沒有 他們大概都是比較強的話 就是說 夫妻兩個 希望有一個 是可以留下來照顧 這個就沒辦法 就是稅收的問題了 相對的啦 但是我不是說 就是說我們這邊是有辦法 去跟教育局他們申請嗎 這個已經 因為他還是算 海北市政府的 其實他固定錢是多少 所以呢 我們就是說 變成就是常常在想說 好 譬如說好 大家都要教室助理 覺得教室助理比較好用 那你就變成什麼 你的相關專業 是不是要少一點 那相關專業呢 像有些 比如說自閉症的孩子 然後 比如說有些老師就誤以為說 他是不是要職能治療 是不是要物理治療 其實他只要一走就好 就是說 對自閉症的孩子來講 他其實只要職能就好了 那物理其實是多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 物理治療的那個部分 就節省了 然後來做教室助理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要多 你其他的就變少 因為他是固定多少趴 你收的稅收多少趴 來做特教嗎 所以這個多了 那個就少了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像為什麼就是說 譬如說好 你用了第八錢 第八節的補助經費 那可能交通車 他就沒有了 那事實上呢 你第七節結束的 那個交通車 他一樣付那個錢 就是來了跟回去了 是一樣的嘛 沒有說因為你沒有搭 我就節省了這個錢 可是我都還要付第八節 所以他其實沒有餘力再去付 你回去的那個部分 其實他這樣是變一個變相 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提供第八節的交通車 所以很多的家長 我乾脆就沒有辦法去上第八節 他相對的 第八節根本就開不成了 所以他連第八節的支出 他都沒有去支付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不是正式客人 所以他並不 其實我們想要的 並不是說 你真的老師要 要去帶他們上課 不像一般的國中生 他們可能真的要帶著上課 或怎麼樣 只是說一個緩衝的 那可能他就說 那你就麻煩家長找安親班 找安親班這樣子 就等於說他交通車回去的時候 你就是找一個安親班 然後你就交通車就送到那個安親班那個地方 然後你等到你可以的時候 你再去接 確實是有一些是這樣子做的 對 好 好 所以我們班特教 像說沒有理居的話 特教班的話 像你們有沒有評論說 哪一個特教班比較好嗎 我跟你講 其實 比如說像大家都在問我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一個發現是什麼 就是說 今天來了一個很讚的老師進來 比如說 我們現在徵學嗎 萬中選幾 還是至少百中選一 或是怎麼樣對不對 那你選進來的新老師可能很好啊 對不對 那加了這個勝利軍以後 人家特教就做得很好啊 對不對 所以去年不好的 今年變得很好 那我講了我怎麼辦 你不是說不好 結果反正他說 這邊很好 我跟你說這邊很好 結果 很好的那個老師 人家要結婚 調走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又說 主任你跟我說很好啊 可是我去那怎麼沒有那麼好 你說不好的 我反正這個比較好 那我怎麼辦 所以其實就是說 所以我強調的一個點就是 比如說你們都 就是說 好 該去哪裡就去 去了 去了之後 你到底這個學校哪裡辦不好 好 問你跟我們講 好 好 謝謝 可以嗎 嗎 好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